欢迎大家收看上街关心地云的南岛新闻 现在大观景的经济不可 做生加剧着社团体制越来越派生争 有一位当久以来都在推动公业外党的律师丹晋建 他就叫爱心企业作为来关博主 让中部地区的设计导委 希望可以帮助他来过一个温暖的话题 处到港温的官员跳到舞蹈来感谢帮助他们的省心领导 现在大观景经济不好 做生很多络色团体是越来越难行准 有几位当年来推动公业外党的律师 但近期就好教爱心企业作为关心无助 来让中部地区的设计络色团体更好 那其实我们最主要是感受到说 最近景气不好 然后一些机构其实它会比较困难一点 那其实希望有一点抛砖领域 让大家关心到说社会上的每个角落 它还有需要很多需要关心的人 那需要大家处理一点的话 那让这些机构就有一个比较温暖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让被需要者跟需要者得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平衡这样子 关键的物资当中 除了各种的民生用品以外 最特别是 有只金爱心企业来关注营锁新散 有更多人情修正回草的工具 来让洛杉团体更好好 让他们除了有民生用品的补助 也有修正回草的工具可以输用 让他们当中心外的环境可以来庆山精力 陈律师一向菩萨心肠都很关心我们中南部的这些弱势的团体 这次有这个因缘机会 真的要感谢陈律师给圣古这个机会 也给我们这个机会 这一次呢有奉献了将近每一种款式 大概有差不多五六种款式 那每一种款式呢大概应该有二三十种 来奉献一点心力 给我们这些慈善的一个 这个团体 每一个受到帮助的团队 也相当地感谢爱心林书的到三天 竟敢一一来献手感谢珍 来表达他们的感恩 发起爱心外党的律师 但进阶也希望 就有外党 好竟敢多人 作为来帮助 洛杉团体 记得你算蔡文博多